朗诵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作者 施伟 2022年 一个成双成对的好年 一个国泰民安 牧丹花开的盛世 在鞭炮与庆贺声中 一根铁链 不合时宜地想了一下 在红男绿女高大上的电视恋爱中 一个女人 偶然露出了 被凌辱摧残的脸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看惯了真人秀 活在架空穿越中的人 突然面对真人 真是真地 它 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镜像 锁着铁链 口中没有牙 在这个冬天 我们面对了一个 被夺取所有自卫与反抗能力的人 我望着它 我望着它 口中感受到铁链的冰冷 我想看清铁链上有没有它的咬痕 想知道那些被敲掉的牙齿 曾经咬过哪些东西 愁笛 还是滋的铁链 他们咬不断铁链 只能咬断希望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歌舞生平的世界 只能有你的存在 慈父 八孩的新农村新典型 只能允许有一丝身影 从小黑乌珠流出 为了八个孩子的幸福 完成生育的母亲 就该被埋入黑暗 为了一个村子 一个族群的延续 拐败 强奸 囚禁 虐待 都是合理 你有许多名字 你没有名字 你有许多孩子 你有许多邻居 他们只是罪恶的共犯 你有伟大的民族 却一贯 牺牺牺牲 女人 再后的冰雪 也有消融的日子 历春 你替所有深埋在文化和历史中 被侮辱 被损害 被代言的女人 撕掉伟大奉献的面罩 露出被敲掉牙齿的脸 这个世界 不要我了 这个世界 岂止 是不要你 弱肉 强食的世界 抛弱了 百分之八十的人 有的人 只是生错了地方 或时候 没有准生证 生出来 也是各种各样的黑户 有的人 只是生的和众人不一样 身体 或是精神 或是思想 有的人 生逢七十 却跌了一跤 从此 成了爬不起来的失败者 一切努力 都抵消在 分至踏来的脚下 有的人是挨了一闷棍 醒来 已经在地狱 地狱 尚有阎盲殿喊冤 人间 却没有可塑造的地方 有的人 是为了一口活命的粮 打工受尽冷眼 被卖 却成了贪财 买字 买新的文化大咖 自卖的你 哪里能懂被卖的绝望 有的人 只是心中存了善良 善良的想说真话 善良的想看看天光 这个世界 给他们的只有黑暗的牢房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母亲 我想对你说 不要就不要了吧 你说这院里的都是强奸犯 我想告诉你 院外有更多的强奸犯 肉体被强奸 精神被强奸 思想被强奸 历史被强奸 现实被强奸 民意被强奸 除非 我们从此 不再当人 不再有会疼的心 不再有会思考的脑 不再有脊梁 也不再有信仰 只要我们还想 作为人活着 世界之王 就无时无刻 不想强奸我们 2022年 铁链被朵 蹂躏在乌女中的花 垂死挣扎般牵动 拉起一座 沉在水底淤泥中的芒山 拉出一串串 多得触不惊心的疯子 有人在屎堆上盖红旗 有人在粪坑上撒香水 你要感到幸福 有儿有女 还有被强奸的性 你要感到幸福 有吃有喝 还有黑屋可住 如果你要开口呼喊出 你的不幸 那你就是神经病 铁链链捆你 黑牢锅你 都是医治你 最新花脑 让你正常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